大家好 大概两个月以前 我做过一期节目 说互联网上有一个美国的YouTube 叫乔治韦伯的 他提出一个阴谋论 他说是美国一个叫 贝纳西的一个自行车运动员 是美军 然后参加了武汉军运会 将病毒 他是美国的零号病人 将病毒携带 带到了中国 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亲戚 也是贝纳西 意大利的带到了意大利 还有个贝纳西 也是亲戚带到了荷兰 然后分别成为意大利和荷兰的零号病人 那么这个新闻 当时我是第一时间否定了 我不太相信 当你乐看吧 因为啥 你知道美国啊 美国是盛产fake news的地方 是不是 有很多傻逼 愿意看这个 fake news 不是 高中生都能欺骗一些 大不了把责任推给高中生 我让高中生骗了 还有傻逼中的战斗机 天天就靠制作假新闻谋生的 有很多 你看那个 我就不说了 不提名了 一个傻逼带着一群傻逼 在那里一起傻逼 这就是美国的新闻业态 这youtube 上面确实傻逼太多 这个乔治伟博 59岁 调查记者 他制作了很多fake news 粉丝也才10万 但是好像有一个fake news制作者 粉丝好几十万 我就不说是谁了 一众傻逼啊 跟着一起 一起傻逼 咱不说傻逼了 美国傻逼特别多 你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了 制作假新闻 然后贩卖假新闻 对吧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叫马特杰贝纳西 有记者采访了他 贝纳西是一名美国陆军的预备役军人 是一名职业自行车选手 那么美军自行车队成员之一 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他目前在弗吉尼亚州 贝尔沃堡基地工作 他的丈夫马特 是前空军军官 为五角大楼空军的文职雇员 他们本来有着快乐的生活 去年10月 美国派出几百名军人 去参加武汉军营会 贝纳西作为代表之一 在激烈的比赛途中 不幸摔断了肋骨 并造成脑震荡 他咬牙坚持完比赛以后 住进了武汉当地的医院 没想到他的经历 成为几个月以后 阴谋论者的剧本 那么最早制造 这个新冠病毒 是由美军一个实验室制造 并由贝纳西 带到武汉军会的 是一个美国的 美国调查记者 叫乔治韦伯 59岁 是个YouTuber 你现在查乔治韦伯 这个 他这个频道还在 那这个人是惯犯 他之前曾报道过 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文事件 所以呢 他拥有了十万粉丝 他的阴谋论发表以后 有2700万网民为官 2700万网民为官 贝纳西 因此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么调查显示 贝纳西和她丈夫 从未确认染上新冠病毒 也没有过任何相关症状 贝纳西夫妇目前在接受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采访时说 自从三月份 贝纳西被指认为零号病患后 他们就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而且刚从一个噩梦中醒来 又日复一日的进入新的噩梦 贝纳西说 他已经被死亡淹没了 他的邮箱里满满不断的 收到来自世界各地 带有仇视和威胁的信件 家庭地址也被发到网上 经常会有不祥的信件 从门缝里塞进家里 而且阴谋论者制造者 微博的YouTuber账号下 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有杀死他们 或者他们应该 由刑刑队杀死的评论上传 那就是说 贝纳西的生活 被约翰伟博的谣言制造者 毁了 所以我是多 这个谣言 就是美国政府 一定要打击这种谣言 特别在YouTube上 有很多人制造谣言 评论归评论 但是制造谣言者 我觉得应该清理出YouTube 因为你评论和制造谣言 是两回事 你看看这个约翰伟博 我觉得他也是个团队 虽然不像另外一个 带着媳妇 一块在这 在这家里边 制造谣言 然后又是什么 实验室的谣言 要给中国政府 多少多少小时 简直凿凿 最后被高中生欺骗 我有一个梦系列 所以我说这种 就是谣言制造的 这种YouTube 应该清理出 清理出朗朗乾坤的世界 因为他们是社会 不稳定的因素 我觉得有一些 就是美国的观众 可以起诉这些夫妇 这些谣言制造者 他伤害了我 不光是伤害了我精神 要精神损失 可以起诉他们夫妇 可以起诉这些 是不是 谣言制造的 陪着他倾家荡产 一定要起诉他们 我觉得这是给这些 谣言制造者 最好的一个打击 你像这个 比如说美国 是不是 这美国你说 天天知道假新闻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美国的 这个 我有时候说美国呀 你叫什么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什么 假新闻也就自由了 真是言论自由吗 你看看假新闻 这种新闻在中国 我告诉你 这种新闻在中国 中国人不会造出来的 全是美国人先手拔 为啥 他美国人爱看假新闻 美国人在生活在假新闻之中 所以美国文化 还有美国一些 到了美国的中国人 就习惯用假新闻来赚钱 碰的碰瓷碰瓷的 现在最大的IP 不就是共产党吗 碰瓷共产党 所以你看 制造这个新闻的是谁 约翰美国 一个美国的YouTuber 是不是 那之前碰瓷共产党 也有一个YouTuber 很厉害了 这都是假新闻的源头 我觉得这个CNN的报道 就是向全世界说明了 这种假新闻给这个受害者 是不是 以巨大的伤害 这次伤害的是叫贝纳西 贝纳西夫妇 对吧 被人威胁 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是不是 也有一些受害者 被他假新闻制造的 这些假新闻受害 我觉得像这个什么 约翰美国 还有那些夫妇 是不是应该给受害者 以什么 以澄清 要不然你就不要做YouTube 或者是什么 被起诉 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 把他们把他只要那视频不下降 就应该告诉他们 那个视频 我觉得大家应该赶快download 存下来 保存下来 以后作为你起诉这对夫妇的 还有起诉什么约翰美国 这种假新闻制造者的一个什么 一个基础的证据 假新闻太害人了 所以我当时我一看这个 是美国人什么叫什么 约翰美国 我看那画面 我就说我不相信 那他收到了死亡威胁 而且是从门缝里进去的 那就说美国的老百姓 他非常喜欢这种假新闻 甚至以这个假新闻为乐 以这个假新闻 认为他就是真实 所以可想而知 美国人的水平 动不动杀死这个杀死那个 不会理性讨论呢 像我 我上看他这个约翰美国视频 我就说这可不 不一定是真的 我都不相信 你说 但是美国人非常相信 傻逼多吗 所以你看给这对夫妇 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主要来自什么 门缝里塞信啥意思 而且都是英文留言 都是美国人 所以这个美国人呢 他只要一听这个假新闻 他什么都能高潮了 就跟着一起走 跟着假新闻之道走 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 美国人有什么公正客观的看法 他们有时候是为假新闻迷惑 非常吃这个假新闻一套 那贝纳西告诉CNN说 我希望大家别再骚扰我了 因为这是网络暴力 已经失控 所以我也希望啊 有一些人啊 有一些夫妇 不要再骚扰中国的有一些 是不是 实验室的科学家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甚至人家马上要结婚的实验室的一些 之前曾经工作的学生 你骚扰人家干嘛呢 是不是也要让人家产生什么 心理压力啊 万一人家死了 你说人全家告你们去 告你们这些夫妇 你们你们陪得起吗 到美国法院就起诉你们 天天造着个假新闻 你们造孽吗 一天一天呢 带着一起人高潮 他说现在很难追究 韦伯的法律责任 警察会告诉你 这个国家奉行言论自由 他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在美国啊 就是你造了假新闻 甚至没有后果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美国这个社会 说是言论自由 说是什么 哎呀 我们这个社会可以是吧 说一切 说一切 包括谎话也可以说 那就需要个人的能力来判断 明白吧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 美国那边发的什么YouTube 发出消息 你自己得先过滤一下 别什么都信 知道吧 是不需要什么 他不需要讲自己的真实性 连美国警察都说吗 这国家奉行言论自由 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警察建议他找律师 帮着删除YouTube上相关的谣言 但他们却发现 要能落实类似的法律保护 首先要解决天价的律师费 我的生活回不去了 一旦上谷歌搜 我的名字永远是与带病毒的零号病人捆绑在了一起 我觉得 美国这个受害者 他说的非常对 在美国只能通过法律 但法律是需要什么 需要金钱支持 你没有金钱 你有些律师 你是顾不起 但是我觉得咱国内的 国内的有一些受害者 可以提起法律的诉讼的请求 跟中国法院去告他们 告那些在美国照中国谣言的 对不对 你像那个什么 刚毕业的那个学生 是不是 被人家好像是 说是好像是奸尸了 那新闻都出来了 我觉得家里人可以告他们 至少赔你个百万 让中国政府 让中国的法院起诉 对不对 他们在家里不有个亲亲吗 有资产吗 除非他们这个夫妇俩 永远不回中国 永远资产不在不在中国 只要与中国挂钩了 对不对 只要敢踏上中国土地 抓的 抓的要赔 对不对 你让人让人身心受到伤害 什么什么就什么 在殡仪馆强奸了 让人让人给强奸了 然后病毒就传到人身上了 不这种谣言的是 人家一个姑娘 人家是个学生姑娘 然后就让你们夫妇俩就这么埋态 还告诉大家是 我们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埋态人家小姑娘 说人家到殡仪馆上枪奸了 恶不恶心呢 恶不恶心呢 看到我都脸红 我都不愿意提议 我告诉你们 这家属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他们 中国法院 我觉得中国的法院是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只要这夫妇俩踏入中国国土一步 马上抓捕 该赔就赔 不赔就坐牢 让他们永远回不了中国 他只要赶回来 另外在美国法院 我觉得可以筹集资金 在美国法院起诉 就在美国法院起诉的 你是不是造谣 他不有会员费吗 天天挣那么多钱吗 赔 让他给中国受害者打一辈子功 赔他倾家荡产 必须不告 我告诉大家 你要不告他 下回还得造别人谣言 就应该把这些谣言毁掉 明白吧 让他把这个删掉 视频删掉 正面道歉 道歉的不好使 我觉得就是应该告他 罚他一次让他记一辈子 让他下辈子都记着 不敢再造谣 我说造谣最后 就是什么 自食其果 你今天你靠着谣言挣的钱 未来要十倍百倍 赔给人家受害者 这我说对付谣言最好办 我觉得美国有一些律师 可以帮助中国这些 是不是受害者 可以什么 可以帮助受害者 去起诉纽约的夫妇 人家家有钱 对不对 你这个赔下来以后 是不是 你如果是谣言赔下来 直接 我觉得这些律师也可以 小正一笔的 我觉得有热心的律师 可以起诉那夫妇 真的 可以起诉 那夫妇 是吧 史东基 是吧 史东 起诉他们 帮着中国的这些受害者 挽回名誉 挽回金钱损失 精神损失 让他们赔 赔个百倍 十倍 千倍 让他一辈子不敢造谣 所以我就说 在美国呀 拿起法律武器 是不是要维护自己权益 美国不讲这法治吗 对吧 你造谣 造谣 有律师 对不对 你敢造谣 那你就得承担相应后面责任 今天你赚个好像 一千五千 一万美元 你说得赔一百万美元 妈妈吧 就是说 这个世界朗朗乾坤 因果报应 你今天赚的钱 你吃进去了 你以为你吐不出来吗 你等着吧 报应在后面 咱接着说这个韦伯 韦伯的阴谋论 将贝纳西 意大利的DJ演奏家 本尼贝纳西 联系在一起 指责两人合谋 传播病毒 本尼贝纳西 还被误认为是荷兰人 并只认为 荷兰的零号病患 那么意大利 这名著名的音乐家 告诉CNN记者 这简直是疯了 他根本不认识贝纳西夫妇 自己也从未感染过 新冠病毒 那本尼贝纳西 这个就是说 这个韦伯啊 是把几个贝纳西的姓 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我说 这个美国人造谣言 造谣言是怎么说呢 已经是形成了一定 就像类似于产业链了 每天都在制造各种谣言 那贝纳西夫妇现在这个 看来是需要什么 需要请律师 我觉得后续啊 既然是美国人造谣言 那我觉得应该后续 邀请美国律师 在美国法院 起诉这个美国 谣言的制造者 另外我也想说 怎么说呢 我上一个视频 在这个分析贝纳西服务视频 我也讲过 美国的这个 是不是零号病人啊 这个贝纳西啊 不是 但是大家 想没想过另一个事 叫什么 电子烟 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 电子烟这个事 美国人到现在 也没有具体的结论 如果大家还是对 美国零号病人 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叫电子烟 电子烟那期我说过 美国的电子烟 出现的时间 非常巧合 另外一个什么 别的国家也抽电子烟 肺部都没有问题 但是美国的电子烟 肺部有问题 咱们不能用阴谋论来说 但是咱们得求这个事实 就请美国方面 给这个电子烟这个事 给一个最终的 就是有权 有什么 能让你相信这个东西事实 有这么一个 就是公正的一个结果 我希望 等于就是给了 这个全美国人民 给这个贝纳西夫妇 也给了他一个 合法 合理的一个解释 别老让贝纳西夫妇 承担一个什么 本应是美国该承担 政府该承担一些责任 老让一个夫妇来承担 美国人造这个夫妇的谣 对不对 然后把电子烟那个事 是不是就忘了 电子烟非常可疑啊 欧洲人也抽电子烟 欧洲怎么没有禁止电子烟呢 电子烟不会引起肺部感染 电子烟是不会的 怎么在美国抽电子烟 大量的肺部感染呢 电子烟和这次疫情 有没有关系 这种特别是美国 为什么就单单 是美国抽电子烟 就抽出问题的 技术不一样吗 欧洲的技术 美国的技术都一样 材料不同吗 美国抽的是 另一种电子烟吗 容易引起肺部感染的 电子烟材料吗 也不是吧 但是为什么就美国 这么多肺部感染 我啊 我就希望得到真相 所以我希望咱们美国的 美国的那些人 能去调查调查 我希望你们调查出个真相 这样咱们给这个贝纳西夫妇 也有一个公平的对待 是不是 别老让人家背负这个骂名 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引起的 所以美国啊 现在疑团重重啊 我觉得现在整个疑团 都集中在美国的时候 这对夫妇啊 只是现在美国这些疑团 甚至美国电子烟啊 有些东西的受害者 如果电子烟这个事查实了 确实啊 和这次疫情有关系 那等于就是给这个夫妇啊 平反了 也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真相 还是吧 最后我就说吧 这个谣言啊 美国盛产谣言 言论自由吧 所以看美国人的视频啊 特别YouTube上 大家绝对你得过滤啊 另外有一些 制造谣言的 该起诉一定要起诉他们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下去 制造谣言 要让他们一辈子为自己的谣言啊 打工 为自己的谣言负责 这样才是给这些受害者啊 公正的呆 字幕志愿者 杨央独立